而在秀林乡民代表会的乡长实证报告中 乡长王玫瑰就表示 上半年度虽然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力进行防疫的工作 不过乡长工作和地方建设 可以说是从不间断 尤其是在防汛期间 公所也都展开了清除排水沟和河道输菌的工作 来预防台风带来的灾害 它也会秉持着幸福秀林 活力观光的实证理念 逐步来实现活力城市健康秀林的目标 秀林下面代表会第21月80地期大会 18号正式展开 下面代表会主席则是期盼乡长 能够持续做好乡长工作 共同来为村民来造福 就是有关防台防汛的问题 这段时间的排水沟的清淤 以及道路场修 希望乡长所这边要更加的注意 注意更加的减格的基础 还好前几天 上礼拜六礼拜分的风雨 并会对旧尼江造成非常大的颜海 但是我看淘宇跟台北 是非常的严重 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接下来除了一般性立行性的建议 以及监督之外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明年度的总预算案 总预算案的部分已经在各位代表手上 请各位代表秉持了以往的监督 乡政的工作 对各项建设 对各项施政 能够及时广义 提出重要的建言 相当晚会表示 秀文向疫情相当严重 除了做好防疫工作之外 不过地方建设还是不简单 做好基础建设来照顾地方 我们在111年度 总预算追加减 预算因施政调整 以及应用需要半年两次 税入追加两亿 两亿六千三百万 亭一千元整 税出追加一亿 七千五百五四万六千元整 111年度总预算加计追加减预算数后 税入预算数七亿六千九百三十二万九千元整 税出预算八亿四千零五十万一千元整 税入税出的准处是七千一百一十七万两千元整 这是针对111年的总预算追加减情形 在第二项我要报告的是 112年度的总预算 税入预算五亿五千五百七十六万五千元整 税出预算是六亿五千八百三十九万四千元整 税入税出短差一亿两千六百二十九万九千元整 那移用以前短数的部分就是移用以前年度 税季剩余来明平 那税入方面 本手税入预算数五亿五千五百七十六万五千元 较上年度减少七千两百六十七百七百二十六万三千元整 约是1.29% 相当为各位并且针对110年度上半年度 实证座位以及未来的目标 包括完善的基础建设 打造安全输出家园 强化社福关怀 传承多元族群文化 后疫情时代多项实证座位 希望在所会和谐的努力之下 共同达造最幸福的城市 记得请问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